哇,心愿子不错啊 周围的灵气浓郁程度比外门高了不值一点儿 而且聚灵法针的效果也更好 在这里休息,必然是事半功倍 你是,要我跟着你吗? 喂,慢点儿 林师姐 还叫师姐呢,未免有些身份了吧 不知师姐这次喊我来是 这次的事情,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王宁燕的自治几乎不比我差 假以时日又是一位实力超凡的真传 而师尊让他现在跟着我休息了 也就是说,他将来会是我这一派的 而武哲那家伙,这次却在师尊面前丢了大分 这一加一减,你可懂背后的意义 也就是说,他对你已经不具备竞争力了 哼,没错 而你觉得,他会怎么报复让他陷入这个境地的你 他总不可能在宗门里对我出手吧 理论上是的,但别忘了马上就要开始的大笔 更别提今后的秘境 我打听到,他似乎去地牢那儿探望了楚浩然 这俩家伙凑到一起了,不太妙 楚浩然本来就抵御十足,如果 既然武哲先犯规,那么我也不能置之不理不是吗 毕竟,你也算是我的人了 诗姐 诗姐 哼 哼 哼 多谢师弟手下留情 承让 三号比五台 陈云胜 陈师弟 你现在已经打入了第五轮 修为也符合条件 已经获得下次随宗门前往秘境的资格 还要继续打吗 继续吧 内门里修为比我高强的师兄弟们多的是 哪怕不能获胜 能得到诸位前辈的指点 正是我希望的 陈师兄 正去打击第八轮啊 听说进了第八轮就有宗门芳芳的奖励 陈师兄 加油啊 你可是我们外面这些年最大的希望 不 陈云 我也打入了第五轮 我要和他比 按照规定 比试必须按照名单来 而且 此事需要双方的同意才能 无妨 我同意和他打 正好我们之间 也确实有一笔账药素 这 陈云 停 放垃圾化的过程就免了吧 对你这种人 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我们直接来点实际的 输的人 给对方跪下磕头 学三声狗叫 如何 这太狠了吧 这要是输了 谁还有脸面在宗门混下去啊 这俩人有这么血海深仇吗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你们两个 宗门大比试测试所有弟子的实力 不是让你们 哈哈哈哈 有点意思 修行之人就该有点劣性嘛 可以 让他们比吧 说的也是 师姐 师姐 若是一味的耍小聪明 可没法在修行之路上 走得长远 吴师兄 没想到你我之间的比斗 都快开始了 你居然还有空来这里看比赛 哼 怎么 莫不成你要阻止这场比赛 不 恰恰相反 我也想看看 这场比斗的结果 那赢了 陈师弟 赢了的话 我就给你些特殊奖励 这陈云到底和林师姐 什么关系啊 会不会是 放屁 陈云怎么配得上林师姐 不管怎么样 陈云这个家伙太耳人嫉妒了 竟然跟林师姐这么好 师姐 你这下可真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了 林师宇 莫非他也跟这家伙 好吧 既然你们二人无异议 那么 比斗开始 陈云 你完了 这家伙 这家伙 雄伪至少有猪击四五层 完全不下于我 打了什么鸡血 为什么 有了密钥 你还是没完全压制住他 陈云 我今日必斩你 磕了密钥的修为 再加上这小子不知从哪学来的展文剑 二者相加之下 那家伙完蛋了 住手 你是不可伤及性命 来不及了 初号人怎么会这么强 陈师兄 躲开啊 跳下来吧 丢脸总好过丢命 这家伙